当然是第九次上课 那当然上个礼拜的重点 基本上就是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利用FOR回圈 去判断工作表的名称 并且如果有一样的话就把它删除 所以这个第一段影片蛮重要的 因为将来很多地方 我们可能都会运用到像回圈 重复去帮你做什么样的动作 然后比如说你有大量的资料判断的话 通常会需要一个回圈 那另外的话上个礼拜的重点 基本上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爬虫 那爬的资料就是 尽管会提供的外汇资料 总共有十个栏位的资料 当然第一个 如果你要做网络爬虫的话 其实方法很多 那目前看起来 以这个案例来看 其实用那个credit table 其实是最简单的 所以我有提供一个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不过这个credit table的这个部分 它使用其实有一些限制 所以我是放在第四个单元 里面的这个 等于是第二个档案 外汇 外币汇率资料下载之一 那这个范本的话其实很单纯 基本上就是这个sup到这个sup 那先把旧资料删除之后 那利用了credit table 不过credit table需要给两个很重要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它的网址 用在那个test分号后面 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编码方式 它的编码方式的名称 它参数叫做test file platform 那如果是big5的话 就是你的那个定的数字的950 然后utf8就65001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那我们就利用了这个范本 把它贴到我们的那个vba里面 其实就是增加你的网址 增加你的编码方式 那这样就可以把资料下载下来 所以上礼拜第一个我们是把资料写了一个程式之后的话 把它直接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料里面 就是会从什么美元嘛 OK 然后一直到哪里呢 到这个最后一个是纽币 所以总共我算过应该是10个栏位的资料 b到k 10个栏位资料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每一个汇率资料 它就画一个折线图 在这个资料的右边 那总共有10个汇率 所以就需要什么 衍生10张图 不过上个礼拜我们只有做 好像做个意思一下 好像这个全部就画好了 那如果呢 我上个礼拜好像就讲到美元的明币 欧元其实差不多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 把这些图全部画出来 就是今天的重点 当然上个礼拜还有一个地方 有问题就是 下载资料的时候 当然日期格式有问题 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修正日期的程式写法 OK 这次太小了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也就是说呢 我这个地方是直接把资料下载 但是如果你没有修正日期的话 那它会变成没有斜线 那如果没有斜线的话呢 会造成就是说 它会误以为你这个日期其实不是日期 OK 特别之后 那以资料里面很重要的 它就是透过斜线去认为这个资料 它是日期格式 那也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斜线 它会把它当数字 如果数字它就没有办法 就是正确的 去把它当成AXO 显示 所以会发生错误 那我上个礼拜最后是把它做一个修正 修正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资料 有没有 年用Lapt 月用Mid 日的话用Right 中间的话其实就串接 一个斜线在中间 串完之后丢回去给它 OK 最后再加上一个自动调蓝宽 这个Colors A.A.A.O.F.E.值得指导蓝宽 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你加上日期的斜线之后 它原来蓝宽就变不足 所以有些地方会出现景字号很多的 反正以后看到景字号很多 其实就是蓝宽不足 OK 所以以后你看到景字号一堆 就是不要以为说这是坏掉 其实不是 你就把蓝宽拉宽就可以了 OK 没事的 但是如果假设 你希望说最后 不要再手动再调一下 有没有 如果假设蓝宽不足 那怎么办 你变手动要再调一下 那这个动作感觉好像很没效率的 OK 所以变成说你全部都用程式来撰写 最后差一个步骤 怎么办 没关系 如果假设你要做出 自动调整蓝宽的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就是写一个 Colors Colors就是蓝物件 那哪一蓝跟他讲一下 我要A蓝 所以刮弧里面就放一个A的一个字串 前后有创以后 OK 后面加一个方法叫做AutoFit AutoFit其实就是自动调整蓝宽的意思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执行 资料就下载了 OK 所以上个礼拜 第一个就是把这个资料下载并且修正 那第二个就开始画图了 OK 所以画图吧 但是今天其实还有个衍生的东西 不晓得各位没有注意到 这个如果我把它重新下载 假设我把这个上个礼拜的资料下载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应该会出错 哪个地方出错 就是上一次的话应该下载是到这个四月嘛 所以三四月 那今天刚好五一劳动节 我今天本来想说 我今天要不要 我今天需不需要来上课 其实我是劳工嘛 我想说不对 我好像没有来那怎么办 还是要来上课 OK 因为今天发现我太太都就放假 我想说那我要不要不要来上课 不过我还不行 一定要来上课 OK 那也就是说 它的资料提供就是两个月份 两个月份 所以上一次上课是四月应该二十六吧 它好像是前一天 到前一天为止的资料 那所以今天的话 如果我们把它下载的话会怎么样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应该会发现一个bug 这个bug的话就是 你修正日期的时候 你是第二列 第三次九列是OK的 可是现在重新下载的话 它的列数 那一定不会是三十九 有没有 应该会是另外一个数字 当然多少不知道 不过我们执行看看好了 假如说我重新执行一下 OK 它跑了 这个时候的话 它出现的资料 对 五月一号 五月一号 应该是 我的想法是四月跟五月 五月这一天 所以应该是明天才会是四月跟五月 所以今天的话等于是 它是抓昨天 当成是最后一天 那如果假设我们在修正日期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个问题 因为我上一次修正日期的时候 是修正到三十九列 是这一天 等于是我们上次应该是四六六 OK 所以变成说 假如呢 如果你假设这个三十九的部分 你还是用固定的写法 那一定会出错 所以如果要改的话 你说它怎么办 这应该改成四十二台队 如果你没有四十二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底下 有没有它改到这边为止 后面你会发现还是错 这个三个新的资料 通通没改到 那怎么办呢 你怎么不可能自己在手动 自己再改一下 所以呢 不过啦 你说城市要如何改 当然这是一个bug 所以你可能讲 如果改成四十二 四十二可不可以 其实它现在目前状况是OK 可是 如果你长远来看 可能将来如果资料量 可能也有是三十一天的 有没有 那三十一天的话 对 它就变成要四十三了 那你说老师 那我刚才打四十三好了 其实坦白讲 四十三有可能是也 暂时可以 但是问题 它会变成 如果你四十三 它这边会串斜线 变成只有两个斜线 因为它还是要把斜线放进去 所以不对啦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数字 我是建议 你们可能要学 一个叫做自动追踪的 一个方法 什么叫自动追踪 就是呢 有点像模拟 我游标放在A1的 这个储存格 那如果我要让它追踪到 下面告诉我 它目前停在 哪一个列数的话 那表示说 它现在最下面的资料到哪里 你就按Ctrl向下 Ctrl向下 就会停到这边了 那如果假设 你要写 同样的动作的话 其实如果你要写成程式的话 就这样 游标放在A1 那你就用A1这个储存格 当成是 如果你要指向A1的话 就是记一下 反正就是用Range Range什么呢 Range AE 就是那个A1的储存格 有没有要放进去的意思 然后向下最终的话 就是点END END的话 有点像按Ctrl键 END 然后呢 后面加一个填瓜壶 填瓜壶之后的话 它会跳出那个上下左右 有点像是 Ctrl Ctrl就是END 然后向下的话是XL Done 这个动作的话就是有点像 我从A1 Ctrl向下 所以它如果假设你执行 它会真的向下 可是问题 我向下干嘛 我向下之后 我要取得 到底你停在哪一个列的位置 所以停在哪一个列的位置 那很简单 就是在后面再加一个属性 取得那个属性的资料 那个资料的话 有没有发现 拿一些手拿一些资料 其实这个点Row的话就是一个属性 属性的话指的是它里面的资料的意思 所以请你把你移动到的位置的那个Row里面 它记录下来的那个数字告诉我一下 数字就是42 所以最后点Row得到的结果 那就会是42 所以42会帮你把它传回来 那也就是这边的话就动态的 会去取得它最下面的列号 那这样的话以后如果 反正呢不管说这个资料下载完之后是几列 它就会自己追踪了 OK 所以这个的话呢 大概可能就是这个蛮重要 这个 这个叙述很重要 因为以后很多地方应该都需要追踪 不然的话你 如果写成固定的话 那将来会出错 OK 所以再重新Row一下好了 OK 你会发现 如果把它改成这样的话 那它就会自动到 最下面一列了 因为它这个得到就是42 所以它会forI等于得到42了 那将来如果这个数字变动 它也会跟着变动 OK 所以这个蛮重要的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那再来好像上个礼拜 我们要写一个什么 美元折线图 有没有 我们是用录制的 录完之后的话 加上四个参数 也就是说 在 在 chart2的后面 本来有两个 这个是 很有资料标记折线图 然后我们再加上坐标 有没有 Lab跟Tub 然后还有它的宽 乘上10 高乘上10 那就美元折线图了 那可能会有 比较需要特别注意 就是底下有一个叫 set source data 那它的source 使得说 那你请问一下 你那个资料 我要帮你画 那个美元折线图 可是它的资料的范围 在哪里呢 我们就A1有没有 到多少呢 到B的39 不过你会发现 39 那如果今天 因为今天已经到42了 你就会说 老师那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这个39 你希望它也变成 刚刚一样变动的话 那你可能必须做一件事 就是把刚刚这一串 层次 把它复制一下 那把它放哪里呢 放到39的位置 但是你不能直接贴上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对不对 那如果假设 你要把刚刚的这个资料 它其实就是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变数 你要把这个资料 放到它尾巴的话 那可能要改一下 怎么改 我是觉得比较简单 是把39先delete掉 然后呢 移到这个双引号的右边 也就是它是一个 头尾的一个文字 然后空一格之后 end end就串接 串接刚刚的那个东西 所以贴到后面去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 end 后面这一串 那这个这一串的话 它会得到的是42 有没有 所以如果假设42 跟它end的话 那因为end 遇到42 就变成 end 42 所以